看一下 这边这个小纸箱里面 哎呦我说 这几个是什么口感啊 如果不懂的话 第一眼应该看成小科技了吧 长得有点像啊 这应该是个二代或三代的串子 为什么呢啊 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科技的耳朵啊 耳味不是这样的 再应该再往中间逗一句 而且它的整体的体型啊 结构啊 就耳朵有点偏大 整体的体型结构啊 不那么紧凑 最主要的是啊 科技是小短腿 你看这小狗的腿 太长了 过于长 腿还过于细 骨架就不要说了 但是有这个科技的花色啊 看着有点像 但实际可不是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两个黄白色的 为什么有的有的狗这么便宜 有的狗就要这么贵呢 论这个颜值和甜美度来讲 这个应该还算挺漂亮 挺可爱的 但是你说它存种不存种 这就是两个概念了 哎 这个应该是他妈妈 这是一条骨啊 我的 我的这个是个 乐带三代要串串吧 啊 不是串啊 那种子的科技啊 哎 不像不像不像 这科技的腿没有那么差 这个这个老狗应该是他妈吧 啊 哎呀 你这你光说不是有啥用 这个狗很有可能是生出来了 这几个 你看一看 科技的嘴也比较粗一点 虽然是狐狸嘴吧 但是这个耳胃不一样 这种小狗的话 最起码二代 两代 三代的 二代 两代的 两代 三代的串串了算是 这多少钱 咱们来问一下 多大了 小狗 五十多钱 五十多天 疫苗和蛆虫呢 两次疫苗 两次蛆虫 那多少钱呢 狗 八百啊 八百啊 太贵了 太贵了 这狗不像村种的 应该是个二代串 这个便宜啊 这便宜有啥用啊 我的天 这个多少啊 三百 三百啊 三百啊 这个八百啊 这个三百 对啊 那差距真是太大了 有差距啊 小串串 不是村种的